這個剛剛課本所講的這個例子我們把它找到了 放到電腦上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dataset就像我們上一節課所講的 現在我們把這組資料做regression regression裡頭大家看一下這邊一個stablewise stablewise這些cells就是responsive variable 然後我們看他剛剛講說是stablewise regression cone,event,expenditure,potential,share 這四個methods 你看你點一下method你發覺呢 這邊有stablewise 你的方法可以用stablewise 你可以用forward regression selection 你可以用backward 那我們用stepwise stepwise你看他有forward跟backward alpha to enter它是定0.15 定0.15 那forf to enter 那你看按ok的話 好像沒有跑結果出來嗎 ok 那我注意啊 那要注意他現在的alpha to enter它是定0.15 它這個不是定0.15 那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邊這麼樣定 但是至少就是說你現在可以跑出這樣的結果出來 我這裡可以自己改 對上面可以自己改 你看它的alpha定0.15 我們可以自己改 回到剛剛那個步驟現在怎麼回到剛剛那個 全部同按一次 這邊如果我定0.15 看一下這個結果 0.15第一個步驟accounts 三個步驟 所以你如果定的alpha值在變化的話呢 它裡頭的數據會變化 明顯看出來它這邊還是一樣 還是這四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看 除了 除了剛剛所講的這個方法 你看stepwise對不對 我們都用forward 不要用stepwise 你定forward 這邊看 forward selection 它通通名字通通叫做stabwise regression 裡頭 forward selection 什麼叫做forward selection呢 forward selection就是 從無到有 就是 每一個字變數不斷的加進去 一開始的時候是什麼都沒有 那forward forward就向前走 向前走的意思就是 我不斷地加加加加加 加到不能再加 所以我先加account 然後加advert expenditure 再加potential 再加share 這個結果是不是跟先前的stepwise 是一樣的 account 結果有沒有一樣 完全一樣 stepwise regression 你可以不用選別的 但是就這個題目 就選這四個來講 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 forward跟那個 stepwise的結果都一樣 你看這裡頭內容完全一樣 好這邊一樣是 1709.32 250.29 這邊都一樣的 好 那我們再試一次看看 如果這樣的話 再回到這邊來 然後選 severwise method backward 如果我們選backward的話 backward selection 大家看看這邊 backward selection backward selection 它的結果就是 結果 它結果還是這四個 同時放在這一起 那這個結果跟剛剛的 這結果是不是一樣的 大家看最後這個結果有沒有一樣 45490.4 45490.4 一樣的 這是最後它一個步驟就結束了 什麼叫backward呢 backward selection是一開始 全部都放在模型裡頭 然後就開始退 開始退 開始退 退到不能再退 那同學你看 我剛剛是不是只選了四個 這四個裡頭 它一個步驟就完成 意思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退的 所以四個就是現在這四個 就是一樣這四個 一開始全部都放 一開始全部都放 然後 然後逐步去退 退到不能再退 那現在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退出模型的 四個這邊數都保留 所以那一個步驟全部 確定 一樣是四個 那那有什麼 那剛剛斤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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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然後逐步加 加加加加加 到四個全部都滿 所以你可以看 不管你是backward 或是這邊的forward 或是前面的stepwise 这三个结果的 最后所选出来的模型 这四个都完全一样 就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那只是呢 理念上头你要了解 stepwise是先退后进 forward是一路就这样往前进 从没有半个自变数 一直加到的你不能再加 那backward是 全部四个都放进去 然后看有没有可以退 退到不能再退 它还是原来的四个 所以这三个步骤呢 三种不同的方法 跑的结果都一样 这样好我们不要放四个 我们现在考虑八个都放进去 这样好 Regression Stabilize Sales Time Attention Advertise Change 好我们现在八个都放对不对 Method 我们再看stepwise 好帅的结果 八个 8 predictors 这边有个8 predictors 那你看看 它最后的结果还是选了 Accounts Advertise Potential 还有Share 还有Change 它都加了一个 12345 五个模型 所以stepwise 它跑出这样的结果出来 最后记得是91.20 好 现在我们再跑一个 Forward 看结果是什么 12345 结果是不是不一样 结果你看它是92.03 然后放了四个 五个质变数是 Time Change Share Potential Advertise Expenditure 12345 六个 它放六个 这是Forward Selection 原来的 Stepwise 它放五个 最后的 最后的asker是91.24 那Forward Selection的话 最后的asker就是92.03 放了六个 这是Forward Selection 是 阿法标准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阿法都把它变成一样 好了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Stepwise Method 假设我们都把它回到0.05 OK 好 最后的结果 是在这边 0.05 Account 四个 如果用 用阿法是0.05的话 跑出来结果是90.04 OK 现在我们在 这个都是0.05 0.05 现在我们在跑 Stepwise Regression 我们现在Method 如果是Forward 0.05 一样都用0.05好了 OK 看一下 Account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90.04 然后你看到Variable 是Account Aaps Aaps 结果一样 再跑一次 Backward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不太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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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ward 它全部都放了 它只有Account没有放 你看 Time Potential A S Change Account它也放了 Rating也放了 全部都放了 最后是这个 最后是这个 Time Potential Advertise Expension 跟Share 最后模型在第五个 这个地方 在这一行里头 这一行的结果 最后是89.60 所以就如同 我先手跟各位讲的 你看 这边 你现在是backward backward的话 一开始 全部八个都放 然后逐步减 你看这边减 减到最后剩下 剩下 一二三四五五个 再减一个的话 还可以再减的话 最后剩下四个 这是backward backward是不断的减 最后的模型是四个 然后 Rsq是89.6 那么如果你是forward的话 最后也是一样四个 可是Rsq是90.04 结果不一样 Accounts Advertise AAPS 那它这边是多少 TPAS 四个variable不一样 那么如果是stepwise的话 是什么样的 stepwise 大家看一下stepwise AAPS stepwise的结果 跟forward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backward的就不一样 OK 这个是有关step 有关regression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方法 叫best subset 好 先生同学 你看一下 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课本 在 780页所显示的结果 就是跟我们这边 所做的是一样的 唯一就是后面这两个 它顺序颠倒了 因为我刚刚按的顺序 我把它两个按反了 但是 什么叫subset subset就是止集合 你现在输入了八个自变数 你想办法 从这八个自变数当中 选一个止集合出来 那最简单的八个自变数 最简单是 只选一个自变数 如果你只选一个的话 它帮你选accounts 那如果你只选一个 当次变数的话 你的osquare只有五六点八 那你可以选另外一个 time的话呢 osquare是三八点八 现在你选两个 你选 advertised financial account osquare变得七七点五 你选另外两个 变得七四点六 你选三个 选三个 选四个 选五个 选六个 选七个 所以它这个地方 只帮我们找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三四十五 只少了十五种组合 事实上你有八个 自变数 你有多少种组合 八个自变数有多少种组合 二的八字方减一 二的八字方是多少 256减掉一个 你有两百多种组合 OK 200多种组合 为什么它是选了这十几个 因为有很多组合 好比说你看这边 这边每单一的自变数 每一个 单一一个 就可以构成一种组合 对不对 它这边只做了两个 那一定有一些自变数 它觉得这个根本不用考虑 或者有一些组合 它跑出来的结果觉得不好 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 anyway它这边只帮你附了十几个 那么从这里头你想办法从这十几个字组合当中选一个最好的组合 你怎么研判什么是最好的组合呢 你可以看R²跟Adjust R² 都是92点多 92点多 可是Adjust以后呢 这个92的变成88.8了 不像呢 89 这边呢 变成88.3 Adjust R²从91.6变成88.9 然后这边还有89.4的 一样是92 Adjust以后变成89.4 本来91.5的 所以你可以看R²跟Adjust R² 以及自变数的个数 去研判说到底你要选哪一个 那么这边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希望你Adjust R² 跟R²之间的相差 不要太大 相差大代表灌水成分多 所以你R²一样是92 可是我们再猜一下 你看这边Adjust R²以后 变成从91.5下降到89.3 似乎这个不错 这代表你灌水成分不多 然后自变数的个数是五个 就是Time Potential Advertise Expansive Feature 还有Change 这五个自变数 可是你放了五个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种组合 大家看781页 最上方的16.7那个table里头 你看到第六种 第六个模型的时候 Potential Potential Advertise Expansive Share 跟Account 它R²可以高达88.1 好 他就看这个 这个 大家看这一行 Potential Advertise Expansive Share 还有Account 他看这四个 R²是90 Adjusted是88.1 如果你只选四个 你可以高达到Adjusted R²可以到88.1 四个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如果你多放一个 像我刚刚所讲的 你看这个 你是 Time放进来 Account不要放 你放Account跟Time两个就会打架 所以只放Time 那剩下的 这四个也放进来 这个模型里头 89.3 然后91.5降到89.3 如果你放刚刚课本所讲的第六个方法 你从90降到88.1 课本似乎比较中情于呢 自变数比较少的 你不要选五个你选四个 为什么你要选那五个自变数 你所得到的结果 也不过是从四个 从四个自变数 从90降到88.1 如果你选了五个 你是从91.5降到89.3 你要多增加一个 你看这边四个 这边变到五个 选这个模型 或者是选这个模型 或者选其他的模型 你看你要选哪一个模型 这边没有一定的标准 原则是希望他自变数不要多 越少越好 代表你兵在金不再多 这个数量少的军队 这个人员就可以打胜仗 那是军队训练很有数 你选四个 你打出的结果是88.1 你选五个打出来的结果是89.3 你要选哪一个 那这里头 基本上我们不会选六个以上的 你选到六个七个八个以上 基本上没有打仗 你全部都放进去了 你选了四个 你怎么选这四个选五个 得到好的结果出来 那你怎么去研判它 所以这种方法呢 也是在电脑比较昌明的时代里头 事实上你不需要动太多脑筋 你只要交给mini-tile 你把全部选项都丢给mini-tile mini-tile帮你跑出各种选择 那你从这里头去选哪一种 你看上的结果 所以这是第四种方法 这个方法叫best subset 就是最好的止集合法 最好的组合法 配上我们先前所讲的 你有stepwise regression 进进出出 退退进进 你有forward selection 逐步前进 你有backward selection 逐步后退 现在还有另一个方法 叫best subset 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 你在建模的时候呢 你有这四种选择 那你配合mini-tile 你坐在mini-tile面前 你先跑一下best subset 然后你去研判 到底你要考虑哪几个 那你就回到stepwise regression那边 逐步去选择 调整你的alpha值 不断去做一些 做一些加啦 减啦 你的自变数 再做一些组合 然后去研判 最后就跑出一个 你比较满意的模型 那以上所讲是第六章建模的方法 可是这边都没有谈到 我们第六章的 一开始呢第一节的方法 那也的方法是 你可以建二阶的 你某一个自变数可以平方 还记得吗 那你要做呢 后面的那个残异项分析 你发觉呢 它的形状不符合那四个条件 所以你要调整 你的自变数 你从一阶变到二阶 对不对 或者是你要做transformation 做一种转换 把你一变数变成logarism 或者变成y分之一 还记得吗 或者是 或者是做平方 或者是做所谓的interact 让它两个自变数可以相成机 总之做建模 在我们回归一头 是非常有趣的一部分 所以这部分老师特别 用电脑跟大家谈一下 那建模这部分呢 你就是坐在面前 你把资料输入进去 你去try一下 利用各种不同的工具 这边还没有谈到后面的残印象分析 你如果去做残印象分析 会是做出什么结果出来呢 我看一下画图 第一个 graph 我们刚刚最后建模是建哪一个啊 拿一下第六个 看一下第六个 那个model是什么 potential 是potential advertise potential 还是什么 share 还是什么 call graph graph ok 对不对 蛮好玩的啊 你坐在面前 你在那边像在做化学实验一样啊 觉得蛮好玩 你选一个 standardize 我现在如果用deleted residual的话呢 好出来的结果 ok deleted residual 跟刚刚什么 你要记得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放在 放在你的结果里头 这个怎么放在你的档案里头呢 用简刀吗 右键 copy graph 然后copy到哪边 copy到你一个档案里头去 所以记得mini type很简单的 它比spss还简单 那当然你要用更复杂的东西 当然你就要衡量 那至少你的mini type的可以提供你非常简单的试算 然后你各种各种情况都可以 这个 可以做一些组合 我们在实验设计那个地方啊 我们谈到了 实验设计 你有三种生产方法 三种生产方法 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的期望值啊 x bar a bar b bar c 我们有 大家看一下783 这三种方法呢 为了要测试 我们那时候的h0是什么 还记得吗 mu a等于 mu b mu c 这是13张 13张的那个检验啊 是检验了三种 或是k种方法 k个母体的期望值 一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如果我们只有三个 我们检验这三个的期望值 有没有一样 注意这62 66 52 这是它的样本的平均数 不是母体平均数 事实上是要拿62 66 52 这些数据 来检验到底 母体的 a 母体的b 母体的c 有不一样 数据呢 就如最底下16之8 那个报表 这个就是我们13张 同学你给我翻开到 13张 前面 第几页 你可以找得到 这在第几页 13张的 549页 就把549页的上方 13之1那个table里头的数据呢 简化 浓缩到783页 下方那边有15笔资料 三种方法 每种方法 5笔资料 一共15笔资料 那么 每一个方法的5笔资料呢 我们得到它的平均值 62 66 52 那么 我们想办法呢 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知道怎么去检验它了 但是我们现在想办法把 把这些资料呢 想办法把它给 做一下 重新变成一种 多重回归的一个架构 同学看我们的 数据呢 A是58 然后多少 64 再来呢 55 66 66 7 那B呢 58 69 69 71 64 68 68 再来 48 7 1 57 57 第三个 第三个 9 6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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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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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回歸 想办法变成什么模型的 变成expective value of Y 它可以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某一些质变数 这样一样我们交给minitab的时候 我们就是Y等于多少 每一个质变数等于多少 整个资料终终丢给minitab 它可以帮我们跑出 等跑的结果也可以跟我们用 那个方法是一样的 一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但是呢你这里头 必须要对这些质变数 加以来做一下 做一下重新的整合 我们说我们就设计说 你有一个X1 X1是1或是0 如果是A的话 X1是0 如果是非A的话 X1是0 是A那是1 非A是0 X2这个词变数呢 如果你是对B这个方法来讲的话 你是属于B公司的 每一笔资料呢 不是A就是B就是C嘛 那你有三种组 三种可能你可以找两个category variable 去界定它 那在ABC所以这样一看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呢 你X1 X2 你是A的时候呢 是1 0 你是B的时候是0 1 那你这C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0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可以 做这样的结论呢 你可以说 我的模型可以变成是 这个样子的 会变成是 两个字变数 可以管三组 三种 三组资料 两个字变数管三组管ABC 那这个Y呢 就是你所花的时间 OK 所以 建构成这样的一个多重回归模型以后 我们渴望把整个资料集啊 那么可以把它变成呢 一共15笔资料变成 一个多重回归的模型架构 简单来看的话 你可以这样说 X1 X2 Y在这边好了 好 每一个 每一笔资料 我们就问 这是A吗 好 是A A的话是多少 10 第一个A是多少 58 64是什么 也是A 再来如果是B的话呢 是58 B的话是01 再来如果是C C的话呢 48 C的话是00 这边一样是15笔资料 15笔资料是来自于呢 三组人马 所以说呢 我们用 X1 X2 就可以区隔出三组人马出来 再加这样的代号下去 所以整个资料集啊 把三组 三个方法 15笔资料 整合成为一笔资料集 整笔资料集呢 就交入给minitab 各位同学们看 这是一变数Y 一变数Y X1 X2分别代表的是 你是哪一类 你是A还是B还是C 你的A类的话是10 你的B类的话是01 你C的话是00 那它的Y的10都告诉你 如果把这个资料 就交给minitab跑出来的结果呢 同学可以自己跑跑看 我看课文这边有没有 它给了 然后看一下785页 它跑出来的结果是 Y多少 52 10 14 52 12 课文是用AB两个字哈 我是用XEX2 各位同学 你可以把它改成A和B哈 符合课本 好 那这样怎么理解它呢 同学这个模型呢 像这样子 然后呢 它R2是60.5 不是很好 但是呢 我们不在乎它的模型好坏 我们在乎的是 可以透过这个回归模型 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检定 透过这个回归模型的结果 可以去做这样的检定 可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的 待会我们再证明一下 看怎么样 用这个模型的架构 使用呢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F检定 用这个东西 可以来推出啊 那个检定 μA μB MUC 这个检定 所以借用多重回归 这里头的 的结果 我们可以来检验 实验设计里头 三个 这个母体的期望 是一不一样 可以来做这样的检定 我们下车的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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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的检定